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阵容推荐 由于这是一个止水的阵容,我本人没有止水 我用的是韩孝的账号 它是139伏无克玩家的战力天花板 就是无克玩家里阵力最高 忍者数量无克里比也是只是比我少而已 好,我们不多说,进入竞技场 由于是测试这个阵容强度 我就先打断位,先打几场断位 然后要是等待时间太长,我们再换休闲 然后碰到一个鲨鱼神男小敌的祖国 我使用这个阵容,我就是拍脑袋这样一想 觉得这样的阵容应该是不错 但是我还没有实际打过 所以可能经验上会有些欠缺 操作也可能不到位 因为我长期用风阻,我已经很久没有用为主了 不知道手感还有没有 如果大家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用止水奥义它的风阻是比较好的 大家觉得是这样吗 我是觉得奥义风阻会比较好 但是吃它小男的奥义会很痛 这是肯定的 这个止水奥义控它的风阻 这可以控制 这个控制它的风阻 我想的是非常好 然后加了查克拉 然后诱神再控它的小敌 结果没有这个时间了 你看我按的时候已经没有了 说明诱神已经死了 我是这样想的了 还能控的到 其实应该是在他奥义之前控它的 结果奥义之前也控不了 其实我这个追打啊 是本来这个止水就有混乱了 我为什么还要再加一下定身啊 就怕因为很多人的风阻的这个阵容都带净反啊 我想第一下如果净反没净反到 入完的话还可以定着 当然有好就有坏了 开局有点不利 第一场就输了 第二场 这个碰到五尾的阵容 先攻还比我快 这个太郁闷了 这个根性队真的 这个五尾有位前辈说了 这个五尾打根性队跟打儿子似的 真的 真的跟打儿子似的 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根性完全就废了 而且我还给鹿丸给这个又还有这个止水加了防御跟抗净一下子也都没了都是时效的东西 主要是这场可能也凶多吉少了 如果大家也是根性队碰到五尾 先攻还比你高的 就直接应该就直接GG了 我又是犯老毛病了 我应该第一时间就把鹿丸的OE摁出来 要不然要不然根本就来不及啊 要是我第一时间把把鹿丸的OE摁出来 兴许还有机会 然后我这个雷主和和右神两个OE把他五尾的打死 还有一点点机会 这回是一点点机会都没有啊 真的碰到五尾真的没办法 这个这个基本上我回旋的空间很小啊 空定思痛啊 看看好像也真的没什么好的办法啊 哎要是碰到了只能自认倒霉吧 关键这是韩孝的账号啊 给他书分我心里很难过啊 不行我要我要认真一点了 好看一下对手的阵容 还还还没看到啊 有有这个名人尾兽名人 嗯 亲手天堂卡卡西 还有这个崴罗封主 这个好像啊 我还有得打 他名人的这个站位也是不太好 好像站在前面 第一回合就就被打到很惨了 打掉半绝了一下 可计他有分身 他要没分身的话 这个名人就够呛了 我还给我给他加的盾还挺厚 我还是奥比特的封主 他封主必然是刷新啊 必须得奥比特的封主 其实他也不太懂我呢 我什么套路 因为我雷主占四号位吧 通常的人都不清楚 这雷主为什么要占四号位 带的是什么奥义 通常会会有点混乱 只要有一瞬间的犹豫 我就可以 有文章可以做了 我这个路完都奥义了 你是不是想奥义雷主的 我先把卡卡西给定身了 然后雷主再奥给你 只水下个回合还可以奥义的 所以没有关系 奥义他的封主就可以了 奥义水都无所谓 没有下个回合 刚才给韩笑输了两分 现在这算正回一分吧 正回一分 好 开始看一下对手阵容 这个有牵手助肩 他一号位的先攻比较慢 这个助肩已经被定身了 有可能在水主治疗他之前 这个助肩就已经挂掉了 大概率是这样子 他打了雷主一套 雷主表示我还忍得住 好 雷主一个暗杀剑 把这个助肩给补到了 第一回合就干掉对方一个 然后水主治疗不能允许的 水主治疗不能允许的 水主治疗不能允许的 想会多奥义一次 剩下两个霸体 我这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哎呀 这个回合奥义还没有出来 哎呀 我真是手残的 所以这个班级肯定是要奥义一下的 好痛 还点人 雷主马上就要挂了呀 啊 还好 结束了 这样我就踏实了 韩孝的分数已经赢回来了 这个连胜可以加二分的 这场是对方也有止水 太好了 哇 他的先攻没有韩孝快 这下我还容易 哎 不过一号位止水 先攻高不高的 好像问题都不 哎 他一号位快 他总先攻不如韩孝 但是一号位比韩孝快 但是无所谓 一号位快没什么太大关系 还好 明妈没有人机 要不然止水就被奏够够呛了 哎呀 哇 止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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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住啊 挺住啊 哇 太疼了 止水奥义 他应该也是安不幼吗 都是奥义 哎 并没有 啊 是 他也奥义的是安不幼 我也是 就是奥义的安不幼 大家都一样 他给这个安不幼 救了安不幼 但是我现在这个奥义 可以触发舞者的杀意 下个回合我可以用舞者 就是继续雷煮奥义 而且我的这个 止水也可以继续奥义 哎呀 我n错了 哎 这个什么时候 可能刚才鼠标点到了 那个奥义的顺序不对 我说怎么按按错了 等下调回来 不过没关系 优势已经太大了 怎么着都赢了 对方退了 好像今天我有点精神不集中 下一场努力了 好 继续 看一下对手阵容 哇 对手这个阵容可太古老了 真的 非常的古老 对方的猫刺 先攻又比较高 然后没有结界 哎 雷主带的是风雷斩 打个诱神一下 这个莫名其妙 你应该看到我是根性吧 根性打这个 没什么作用啊 这个狗好可怜啊 给挡刀了 哇 这个诱神的 被被伤得不轻啊 已经快死了 还好有这个路完给他加成 不然的话 刚才有可能都打死了 还有 他这个就是 砍这个位置的人应该 如果你的站位不好的话 应该很少有人能挡得住 应该很少有人能挡得住 他们就没有连击了 哎呀 大车完一个OE 带走了 安不勇 这个没有办法啊 他那个 他还可以连续OE的 他杀死了一个人就可以连续OE 雷主也快扛不住了 别死啊 哇 他这个威力这样巨大的 太厉害了 还好 还好 纸水可以闪 好的 病身 你就不能连续OE了 下个回合也只有我OE的份儿了 三转 休息吧 那你看一下别天神 没见过吧 好的 打败了经典的根性队 真是等太久了 哇 这个队伍好像见过 打过他似的 对 打过他 这个刚才每一场段位都等三分钟以上 真的是算了 打完这场咱们就换休闲吧 休闲如果看到忍者强度不行的话 咱们就退 这样也还好 也比这样等段位强 这个段位等了时间太久了 这场跟刚才那场没分别了 这个风阻在分身 这个就是 就是 等下 止水OE的时候 又可以刷新技能 还是OE他的风格 这是肯定的 不然他刷新是第一位的 诶 他这个名人 这一次没有选择OE 啊 这回名人OE了 这个卡卡西这个OE总是山山来迟 你不能等录完OE之前奉学他吗 雷主OE能刷新技能吗 差一点 没刷了 好 右手可以刷 总之不管谁刷出来都一样了 有止水的OE就够了 下个回合直接 OE封主就可以了 没等 对方退了 好打击场休闲吧 对方 对方是一个风阻 也有止水 也有这个 武装守居 还有小男 这个套路不知道是什么 小男好像有一点不搭 也可以 因为小男说不定是突破了 第一回合可能 也有可能 这个 这个守居的位置 可以说非常的糟糕 虽然有护花 但是被被这些人这么揍也是够强 也是血很少 等下等下这个止水OE稍待了就 就没有了 虽然止水的OE的威力很小啊 但是 小男奥E 奥E止水啊 止水的抗性是很强的 有两个加抗性 虽然他本身抗性我不怎么强了 肯定是止水奥E封主 不可以给你刷新的 做什么都可以 没有打自主居 这一架也得了 两个奥E吃了 哎呀老公主撞不住啊 这样就不能刷新奥义啊 好像用不着下个回合了 所以刷不专心无所谓 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对手的阵容 有二代水影五代水影 其实常师郎是六代水影 我们就管他叫历代水影 对吧 而且对方的仙宫高 不过仙宫高 那个一号位的这个小胡子 就是二代水影 应该是有点命短 感觉他站的位置有点不对啊 刚才止水再打他的时候 没有走成击退 紧身他了 后手控制是一个 六神又是快走路了 难道有色鹿和和这个雷主两个加成 我们都加成不了你 你还是这样脆啊 来一罩 诚实 军奥义 对着诚实奥义 诚实不能动 这样我就少挨不少打 我雷主的奥义应该等一等 等着的话可以刷新奥义的 这样的话 这个回复我打不死了 下个回复我感觉就 我只要挨打了份儿了 这个水主还死了 只剩下的一个五代水景赵卫明 哎 又肯定是趴了 被他吻了一下 受不了啊 对上雷主了 碰到同行了 他也是一个止水的平民队 我也是止水的平民队 我先锋比他高 嗯 这样我就比较容易打一点 哦 他是想集火这个安不佑 想把安不佑先打了 他比较有优势 是因为他有护盾 但是我本身的这个有防御抗星的加成也是好 雷主没连击 雷主要连击了更好 嗯 止水应该是够像的 他 他对我一套雷主 可能安不佑就快走 这个没办法 只可以瞪他的安不佑 他可能也会瞪我的安不佑 哎 他瞪的是止水啊 那你这不是太亏了吗 哎呀 这个安不佑的这个 技能没出来啊 出来就定身雷主了 就这么好了 这样就定身不到了 这个定身已经用过了 哎 还不错啊 还刷新一告一 我好像用不到了 感觉是用不到了 这是今天打的最后一场了 碰到了会堵三代 我还刚才想呢 今天还没有碰到会堵三代 结果就来了 好吧 会堵三代 会堵白 会堵阿斯玛 又说锋刃 老实说锋刃 这个没有锋刃 也不知道是不是路板的玩家 因为路板的那个定身是可以破棉疫的 老爷爷 老爷爷被控了 没关系 又被控一次了 无所谓了 这个火主的温身被打倒了 这个好 等它再喷一口我 下个回合他威力比较大的就是会堵白的奥夷 只要用这个止水奥移他的白就可以了 这回我得赶快 只有我按自动吧 什么我自己按的来不及 你看我按了自动了他都半天不出 诱神还刷新奥移呢 阿斯玛这个奥移还挺厉害 雷主没了 还有止水 止水表示没问题 我一个人搞定他们 我一个人搞定他们 雷主没了 烧死的 今天就到这里 也谢谢大家的陪伴与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